如果是ONIS的名單 就不可以再買了 你就要在限期前 我估出來 到底有些什麼股 在港股之中 都有一堆 例如中芯、中移動 即是三大中資戰訊股 石油股基建股 重點之類 小米這次其實都沒有受到 再繼續納入 都符合到之前的結果 在這些負面因素之下 港股和A股 其實也不是做得太差 主要先看看A股 上次指數也是列口低開 但它都能慢慢慢慢 其實都爭取回上去 最後還是收升 昨天也說過 市場上也有點害怕 它堆下來之後 有機會穿短期 試過一些低位不穿 今天穿了下來 其實反而就是一件好事 個人來看 穿了穿試一試低位 反而就是買回上來 A股是這樣 港股也是一樣 其實乘著A股的勢 它曾經就升過多些 港股其實由跌 轉回升 到升過 現在到暫時跌 110點左右 就報28853點 如果它真的能夠低開高走 當然就更加好 甚至乎收回升軌 起碼你初步 解除壓力線 但今天來說 都估計要收回升 機會率 暫時比較小 因為現在都去到47分 剩下十多分鐘 就估計 可能它都是咬著幾一點 最理想是有幾點跌幅 如果是大市和個股 都是維持著 昨天的看法 你失踪2萬9000 你失踪2萬9000 都是要比較加深重 還有看一些個別股份 對比股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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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我們可以在這裡 有機會 對比股市場 得到 我明白 的 OK 我 感谢观看